其實是否爸爸弄固我們 躲起來玩我們 財困燒炭天人永隔 一百分叔叔遺傷的獨白 可能是因為我先生覺得我夠硬正 所以他才選擇離開我 離開得好像很安心 覺得我搞得怎樣 十年前不惜放棄百萬年新開連鎖玩具店 一心為小朋友帶來歡樂 一百分叔叔施國娟的丈夫陳偉心 上年11月以最極端的方式告別人間 當日施國娟放工回家 丈夫已經在床上奄奄一息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有去研究解決方法 但她也不太滿意 她覺得並不是她的理想 盤生意因為擴張過快而虧本收場 欠租四萬被人告到上法庭 但一上庭 連最高息的財務公司都不肯借錢 我從來未試過持交租 只是這段時間 突然間這幾個月就有些財困 你們都不用這樣逼到死 甚至乎上高院告我先生 因為那件事 我沒想到來得那麼快 我打算悶回去幾天 讓我的情緒結束了 因為我自己當然很難受 陳偉心臨過身前 還在Facebook貼了和老婆 在機場送子女上機回英國讀書的照片 要將爸爸突然離世的消息 告訴子女 談何容易 我在Facebook貼了她們的朋友 我沒有說到什麼原因 我只是說如果你在門口 約定她幾點 如果你在門口聽到尖叫聲 你就幫我敲門衝進去 她姐姐瘋了在哭 瘋了地大喊大叫 但她弟弟只跟她說了一句話 她弟弟告訴我 她說你現在這樣大叫 你有沒有想起媽媽 你有沒有想起媽媽 入到屋 看到爸爸自殺 死了 過一幕 她又是不斷不斷不斷地 重複在腦海裡出現 你有沒有想過你媽媽更難受 想不通的問題 可能永遠找不到答案 但租金、身後事等等的現實問題 始終都要解決 結束兩間門市應急 網民發起買玩具行動 同行捐錢 前店員仗義幫忙 終於度過最艱難的時刻 今個月初 詩國娟在Facebook打了一篇網誌 決定繼續營運公司 要幫丈夫延續夢想 媽媽你知不知經常說 爸爸、爸爸、爸爸 因為她覺得我已經開始說笑 作為未忘人 詩國娟主動聯絡社福機構 希望以過來人家屬的身份 幫助其他人 因為你跟她聊天 有時未必能幫到她 但她會感覺有支援很遠 日本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